今天我们来到了Jungle Street机场街的VSpace Cafe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Sharon 今天我们来到了Jungle Street机场街的VSpace Cafe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Cafe 你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推荐的 因为这个Cafe在Facebook Review是4.8 Google Review是4.6 算可以算是蛮高的评分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吧 它的Cafe一进来它是有点波西米亚风格和民族特色的 的Cafe一进来看 这些Cafe一进来看 在r他把它封面拎着 这些Cafe是HaraFacebook的 这些Cafe一进来看 这些Cafe一进来看 要是什么没有 看起来看 这些Cafe一进来看 此一看 这些Cafe一进去看 其实这些Cafe一进来看 要是Cafe一进去看 然后在这里的Cafe一进去看 这些Cafe一进去看 全部都爱吃吃 可以让它吃 如果呈成 levar 这些Cafe一进去看 所以我们现在进来了 刚才我们点了 因为刚才老板娘讲这里比较出名的是 那个虾意大利面是他们自己做的 我看到上网也是很多人推荐这个意大利面 然后还有他的蛋饼也是他自己调的 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虾意大利面 还有一个Duna Cheese蛋饼 然后水的话我们是点了Peach Tea跟Peach Ligee Tea 因为现在很热 所以我们想点一些凉一点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进来整个环境是很漂亮 然后很安静 所以我现在讲话也不敢太大声 我是觉得如果跟朋友来一起聊天 下午喝下午茶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如果你坐楼上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是那个马六甲河 然后就会很漂亮 就我们现在吃到一点的话 大致上我是觉得食物是很OK的 就这个虾意大利面的话 还有点像奶油意大利面 然后 可是它比起奶油意大利面 又不会这样腻 所以就是我觉得 是好吃的 就刚才老板娘有说 这个意大利面可能会有点馅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它的酱是很融合的 然后这个蛋饼 刚刚老板娘也是讲 是它们点特调的 所以它的蛋皮 会想对其它 点的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属于比较有嚼劲的口感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点甜品啦 我们点了一个 这个也是老板娘推荐的 因为通常都是没有 所以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 刚刚吃了一口 就是觉得它很香 就是你吃进去的时候 有一股很香的拉伯达味 就是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 然后它上面的那个cream 吃起来也不会很腻 也不会很油 它整体的感觉 比起其它Burn Cheesecake 是比较清新清爽的 因为还有一股 淡淡的拉伯达味在里面 所以比起祖师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这家店的甜点 然后老板娘也很热情的 跟我们介绍它店的特色 好像这家店还是有提供住宿的 然后会是比较特别的capsule 太空长的形象 因为capsule在马上还是属于比较少的风格 但是它就很经济 然后它还有二楼 二楼的话是需要换鞋 换它的拖鞋或者赤脚也可以 二楼的话也是有房间 房间里面的话还是有双层床 跟capsule一起的 就会比较私人一点 因为这种比较白的 这种是open的 意思呢 会比较不想用的空间 比较很想到open的 嗯 这个目前是最短六个人 然后二楼的话也是有dining area 这里的话就风景会比较好 嗯 如果望出去的话可以看到马力加河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夜景就会特别漂亮 但是老板娘有说 晚上的话是需要预约的 因为人会比较多 然后位置也比较少嘛 所以我们现在吃完出来了 然后这个店的位置其实是就在 Jungle Street附近 然后它后门是面对马力加河的 然后它具体位置是在 Jendor Kanbong湖陆附近 然后在一起一会的隔壁 现在吃完的话整体感觉 对整个店的感觉是很好的 因为它的环境是属于比较安静 然后可以给你跟你朋友在这边 chill 喝茶 聊天 然后老板娘跟员工的人也超好 就是比较热情 然后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很愿意回答 只是有一点点 我觉得它的冷气有一点不够冷 有可能是我们坐的位置的问题 如果你们下次有来马力加 或者马力加的朋友 可以来这边尝试一下 因为它就在机场街 就是算旅游景点的中心 然后它也是包括住宿的 就像民宿这样 然后它的风格是比较特别 也是capsule胶囊的 然后里面的设计也是很漂亮 它现在目前是每天的早上10点 到晚上10点营业 所以晚上的话 刚才老板娘也讲 坐在二楼看下来 晚上夜景的话是很漂亮的 因为还有船会在马力加和经过 然后我们刚刚这样子吃的话 是消费了58块 就这个价格对于cafe来说是正常的价格 也不会太便宜也不会太贵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去附近的 Jungle Street那边逛一逛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